大家好,我是Paul,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这个女生我对她完全没概念 我只知道找了一下才知道她叫做Lattle 她是一个饶舌歌手,她是一个rap musician 唱了一首歌呢,现在正在单曲排行榜上面往上窜 这首歌叫做Big Energy,大能量 可是如果你,if you really know what she's trying to say 你就知道她不是在讲Big Energy 歌词里面也是唱着Big Big Energy 把Big讲两次,谁那么无聊会讲Big Big Energy呢 她想说的其实是Big Dick Energy 那不好翻译,就叫做大屌气场吧 那所以这个词我今天真唱出来 Big Dick Energy,那肯定YouTube会被下架的 所以他们就很聪明的把这首歌变成了Big Big Energy 可是其实从2018年 这个Big Dick Energy就已经出现在市面上了 所以你要是行啊来的人都知道 他想唱的是Big Dick Energy 可是不能这样子唱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什么是Big Dick Energy呢 他有一些他的看法 我们到后来也是讲一下下 我所找到的一些其他的解释 所以他就解释了 那这个网页他就直接跟你直接来 没有跟你讲什么Big Energy 或者Big Big Energy 他说Zolato explains the real meaning behind Big Dick Energy 好,cool 前面讲的其实很简单 他除了讲说他这一首歌啊 Continues to make a push for the Billboard Hot 100 Top 10 所以Billboard就是美国的告示牌排行榜 他的这个摆明的这个前十名 那他现在目前在十一名的位置 而且啊,他这首歌还被另外一个DJ拿去做了这个Sample Sample这个字在他们的音乐里面就是取样 所以就是把谁谁谁的音乐 可能你把他后面的那一个不错的一个节奏 你就把他取样过来 然后你就可以做你的再创造 但保呢,他有一首歌叫做史诗 他就是Sample了500的白鸽这首歌 所以他后面的那个节奏的部分 就是他的那个 他的和弦一直重复的那一个 是几小节我也忘记了 应该如果没记错 多半都是四小节去重复重复的 那他就可以在 就可以在这个重复的Repetition上面去Rap 他的剩下的内容 所以这就是一种再创造 所以他有一个DJ把Mariah Carey里面 以前曾经出过的一首筷子人口的歌 我就不要哼给你听了 那他就Sample了他的track 然后来去配在这首歌就搭配在一起 那我的影片的那个Thumbnail 上面就是他们两个的那个照片合在一起的 感觉还有都穿红色的 很Christmasy的一个样子 好,这扯远了,回来这里 所以连这首歌就他们这个Sample 合在一起的这个Remix版 就这个重新混音版Remix版 都已经慢慢有这个mainstream的acclaim 所以得到了很多主流方面的acclaim是什么呢 claim这个字你大概会比较熟一点点 claim有时候有声称主权的概念 也就声称什么东西也可以 那acclaim就是被人家称赞 所以他有得到了主流的音乐界的这个acclaim so that's good 然后我其实看到flock这个字 我们现在没看到在这里 所以Newcomers are flocking towards the record wondering about its origins 所以比较不熟悉的人 大家就蜂涌的去 这个听他的歌啊 然后来好奇 诶,这首歌的原本长什么样子这样 所以其实是像很多人 你可能会听到Mariah Carey的这个remix的版本 你才会去想说他跟他搭配这首Latter的这首歌 Big Energy到底是哪里来的 所以有点点相反过来 所以先听到Mariah Carey的版本 才会去听原版的这样子 所以flock这个字一般来说是用在像鸟的单位上 所以一群鸟我们可以叫他flock of birds 这个是上多亿的老师很爱教的东西 所以我也写一下 a flock of birds 就是一群鸟 OK 好,所以flock应该没问题 所以鸟的群叫做flock 所以大家像鸟一样 所以我们叫蜂涌而上 蜂涌而上好像是蜜蜂 而不是鸟 但总之动物跟昆虫跟什么之类的 都常拿来被当作比喻的东西 好,这应该没问题 所以他自己也推特推了一下下 他现在这个歌慢慢的 这里也写,你看Big Energy Remix 他也不好意思写Big Dick Energy 但下面就说了 来 我去raps about having Big Dick Energy 然后reveal一个interview 了解一下他的BDE是什么 所以我要讲其实就是 我其实是在reddit的一个帖子里面看到了BDE这个词 我就想what the hell is BDE 我可以不熟悉这种acronym 或者这个应该叫abbreviation 所以我就找了一下什么是BDE 所以我才看到了 哦,那BDE叫做Big Dick Energy 那从18年就有了 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做一集来看一下 所以到底什么叫大屌气场 所以他说的是BD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at's in your pants 他跟你在裤子里的东西是根本没关系的 不是一定要有大屌才能够有大屌气场的 所以下面用了一个就是 反正这个这些话都是很 就一个主流的人 然后他讲一些这种貌似很有道理的话 讲给人家听 那要是你是喜欢他的人就觉得 Oh my god That makes so much philosophical sense 好,真是个很有哲理的一段话 我要把它当成我的人生的一个座右铭之类的 好,我们读一下 他说It's a cool way to bring self love back into the community and to women specifically 好,所以这是一个很酷的方式 来把你对自己的爱带回我们的社群中 特别是带回女人的社群中 好,OK 所以when you make these uplifting songs people think it has to be corny and it doesn't... 好,所以当你做这样子这种 能够提振精神的一种歌 所以这个uplifting就是让人家心情可以提振起来 uplifting这个字应该还算OK 好,那people think it has to be corny 人家就会觉得唱这一种 那你如果想到像五月天的歌 很多时候都是很激励人心的有没有 那这种歌在西方社会上 有的时候就会被贴标签成你很老套 随便写一个什么歌提振人心 老套歌嘛,对不对 你或许写一些那种比较黑暗一点的 写一些能够觉得 我也不知道,写的比较edgy一点点的 可能才比较会被人家不认为是老套跟落俗套的概念 所以corny这个字就这样的意思 另外几个字也看一下 一个叫trite 一个叫做banal 三个字都有这种城府老套的概念 所以后面的注释我们看一下 mockishly old-fashioned 所以old-fashioned一样就是城府老套 mockishly也一样概念 lacking originality or freshness 所以缺少了原创性以及新鲜感 trite 那banal也是一样 boring not original 所以只要是你没什么原创性 讲的都是那些翻来翻去的那种 就是你听到很多人这样子的 一个motivational speaker 把你的负面能量赶出去这些的 这些东西可能听久了 你都会觉得蛮老套的 所以他就说了 你想到这种uplifting songs people think it has to be corny 他就会觉得一定是老套啊 可是他说没有 it can be in a cool way where you don't even realize you're practicing self-love when you listen to this song but you are in a fun, exciting, fresh way 这一整段话 我觉得听起来就是非常老套 ok 你说你不老套 我觉得这一整段就是 感觉就是ok alright anyway 或许再往下看一下 我还有一些词 yes alright women can have big dick energy ok 回到这个字 大调气场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what's in your pants 又再讲一次 it's confidence, it's an aura 所以这就是自信的表现 以及它是一个气场 所以aura这个字就是气场的意思 你身边散发出这种气场 that's an aura ok 气场 我看到这个字哪里看到 第一次的时候 打电动的时候 ok 打电动 为什么 因为有些那种 你的角色可能会有一些招式 可以让你身边有一股气场 让那个气场 可能增加你的攻击力 增加你的防御力 或者是 或者你走过敌人 敌人就会被你的气场 给制造出伤害 让他损血 that's aura 多半就是被动剂 这句话 again 非常的corny 你不觉得吗 所以所有的big dick energy 相信你自己 believing in yourself 不让任何能改变你的想法 don't let anyone change your mind about yourself 不让人家影响你对自己的看法 cool alright fine 好所以刚刚看到的像这种 uplifting spirit 好没问题 后面是不是有一个grateful 这个字我要讲 yeah ok 所以他这边说了 因为刚刚说的 Mariah Carey 有跟他做一个remix 他就说了 哦 Mariah正是一个 uplifting spirit 有看到uplift这个字 这两个字很常走在一起 就你是一个 很令人提振精神的一种精神 ok 所以你是一个spirit 那你能够去uplift人家 所以他认为Mariah是一个 uplifting spirit 所以她说 she said of working with the iconic singer 所以她是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一个 iconic 她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指标性 真的 她90年代的女神 她说 I'm grateful for the remix and for her vocals 所以她很感激这个魂音版 以及她的这个vocal 她的这 她贡献出的是声音 这边上 So Mariah is a legend of course But I'm grateful for the experience that she gave me with this song and all the words of advice 所以除了跟她一起唱歌之外 还给她很多建议 grateful这个字 我知道Stanley有说一下 我另外感谢一下 这个帽子是Stanley送给我的 非常感谢你 托你的太太从澳洲 把这个帽子带回来 交给了我 而且很巧的是我们以前 她以前跟我住同一个社区 就我现在住的社区 这个我们这个常常留言的 Stanley这位朋友 他也住在这个社区 所以我应该一跟他说 我住在这边的时候 他吓一跳 好 anyway 所以Stanley有谈到过说 grateful这个词 因为我们前面之前讲过 很多被动主动的一些变化 那有一个词叫做delightful 就是带给人家快乐 叫做delightful 例如你的狗很delightful 因为他带给你快乐 同样如果你自己很delightful 是可以带给别人快乐的 so you can be a delightful person certainly 那grateful的话 Stanley会觉得 那为什么不会是被动的grated 就是我对你感到感激 难道不会是grated吗 那不会 因为grated这个词 grate这个词 本身是我当动词是磨碎 所以有一个东西叫做cheese grater 那cheese grater就会把cheese拿去grate 那grate完之后 这个cheese就变成了grated cheese 所以什么叫grated 就你想要那个 有一种cheese叫做parmesan 那parmesan就是 你会拿一个那个一块板子 然后上面有很多洞洞 然后你就拿去摸摸摸摸摸 它就变成了parmesan的屑屑 那个就叫做cheese grater 所以grate出来之后就是grated cheese 所以grate这个词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你不会说I'm grated to you之类的 这我不晓得再说什么 但是grateful的确是对谁感激就是了 好所以或许我还是觉得 解释这个词不是很那么容易 我只能告诉你grated这个词 多半用的是另外这个意思就是了 好了anyway 我们其实今天就是看一下这些词而已 我觉得当然这样也就够了 大概下面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听一下这个歌 它很像就是mariah 不是很像 就他们在后面的那个的一些melody的部分 和以及和学的部分 真的就跟mariah以前的那一首歌很像 我真的和恨不出来 因为那个歌太高了 好了自己去听 OK自己去听 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